高家雨已經傳被男友暴力相向 消息傳回基隆老家 開百貨行的父母是看了新聞才知道 直說真的很心疼女兒 但是從來沒有看過高家雨 但男友回家 現在大家也很好奇 這個男方男朋友到底是何方神聖 先是傳出男友是板橋林家的後代 那麼最後證實是謠言 接著男友聲稱從事國安系統相關工作 但是總統府聲明都不是事實 要各界不要 受騙上當 高家雨老家的百貨行這天照常開門 爸爸媽媽也在店裡照顧生意 聽到女兒竟然遭到男朋友痛打 還是好擔心 女兒在外打拼 媽媽只能轉著電視遙控器 在政論節目上看看女兒 但這個林姓男友身分為何 其實我認為如果真正正綠或鐵綠的人 一定不會喜歡柯文哲 上廣播評論時事 林姓男友傳出是板橋林家後代 但證實是謠言 週刊報導林姓男友對外宣稱工作與國安系統有關 但總統府澄清林姓男子所謂自稱皆非事實 期盼社會各界不要受騙上當 現在林姓男子更被起底 去年八月間他就曾暗示散播布雅照 逼迫前女友辭去工作 甚至恐嚇最後被判拘役四十天 喚醒兩年也傳出他和媽媽起爭執 讓新北地院核發緊急保護令 要他不得騷擾母親搬出母親住家 遠離母親至少一百公尺遠 除了林姓男友 外界只知道高嘉瑜的前男友 馬文玉 兩人愛情長跑多年後分手 馬文玉後來也已經結婚有小孩 四十一歲的高嘉瑜雖然對感情世界相當低調 但也曾公開談感情觀 這結婚可能對我而言不是這麼重要 但是生小孩可能很重要 結婚我覺得不是愛情的保證 儘管高嘉瑜在政壇前途一片看好 但感情世界似乎還在跌跌撞撞 華視新聞 張志勤 江悦文 基隆報道